你绝对没有见过这样的逼供方式 为了找到失踪的钉子户 阿斗把一个毒蛇帮的混混埋进土里 只留出脑袋在外面 接着在对方的脸上涂满风腻 这样只需一天一夜 混混的头就会被山里的鸟虫砍尸殆尽 这招果然奏效 很快他们就问出钉子户消失的原因 原来毒蛇帮老大也想从拆迁中奋一杯羹 他派人强行抢走了拆迁户的房契 并将五个户主藏了起来 他来不得不和毒蛇帮的人正面硬刚了 可就在这时 阿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以他的家人为要挟 让他就此收手 阿斗听后慌忙朝家里狂奔 好在这只是一次口头警告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 阿斗让小弟在周围多派点人手 可还没等小弟打电话摇人 一群混混突然对他们展开了偷袭 等阿斗再次醒来时 自己和小弟已经被绑在了车里 听到对方要将他们活埋 阿斗开始拼命寻找逃生机会 他强忍着捉痛 让小弟用打火机烧断绑绳 趁混混们在车里开心聊天时 阿斗和小弟从后面发动突袭 双方立刻在狭小的车厢里展开厮杀 凭借强大的求生欲望 阿斗最终将混混们全部制服 成功逃出升天后 阿斗带人直接闯进毒蛇帮的老巢 没给对方任何反应机会 三个人在屋里一顿电炮飞脚 分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就这样 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阿斗就搞定了所有拆迁户的地气 会长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而贤猪这边 自从和阿斗分开后他就病倒 得知这个情况 阿斗立马将他送去了医院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贤猪的身体逐渐康复 这也让他再次接纳了阿斗 两个人正式确立了情侣关系 阿斗向贤猪承诺 等50亿的拆迁酬劳到手后 他会立刻退出社团 两人一起去国外开始新的生活 不久之后 明浩的电影也顺利上映了 作为幕后指导 阿斗第一时间赶来现场支持 可刚看到一半 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沉起来 因为电影中那段谋杀检察官的情节 竟然跟自己当时的作案过程一模一样 阿斗这才意识到 原来在公寓那晚 他将自己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明浩 没想到明浩不仅没有保守秘密 反而还拍成了电影公之于众 得知此事的会长也大为震怒 他让阿斗尽快除掉这个隐患 而由于电影取得了热烈反响 此刻的明浩正沉浸在 大导演的喜悦中无法自拔 他丝毫没有为出卖朋友而感到愧疚 出于多年的同学情谊 阿斗不忍心对明浩下死手 他警告明浩 只有学会闭嘴才能保住性命 可小弟宗秀却觉得这么做不懂 他认为只有死人才会闭嘴 但他的忠告并没有换来大哥认可 反而遭到阿斗一顿暴打 可即便是这样 宗秀还是带人绑架了明浩 将他埋进土里 用实际行动狠狠地威胁了他一把 然而这件事却将明浩彻底激怒了 回去后他立刻联系了一个刑警 将阿斗的罪行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对方 另一边 毫不知情的阿斗向会长交差 说自己已经处理好了所有麻烦 会长听后并没有多说什么 由于洞迁工作进展神速 会长的房地产项目也提前迎来认购大会 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所有预售房员全部销售一空 这个消息令阿斗十分激动 他迫不及待地去找贤猪庆祝 可就在两人刚见面时 一群便衣警察突然冲了上来 阿斗见状撒腿就跑 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下 最终阿斗还是成功逃离了现场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他不得不找个地方先躲了起来 得知是明浩报了警后 阿斗趁着雨夜偷偷找到会长 他向会长保证 这次他一定亲手除掉这个隐患 彻底了结此事 随后阿斗找来宗秀 并诚恳地向他道歉 承认都是因为自己心慈手软 才给大家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 他告诉宗秀 等会长兑现了酬劳 他会拿出一半分给小弟们 之后自己带着贤猪去国外跑路 安排好一切后 阿斗开始了复仇行动 他跟踪明浩走进一家舞厅 可就在他悄悄接近准备动手时 没想到却被明浩发现了 明浩见状立马开始仓皇逃跑 幸好外面的小弟及时截住了他 阿斗和众人约定到码头会合 但他刚来到码头 一辆汽车突然冲出将他直接撞飞 随后从车上下来一群混混 挥舞着棍棒向他疯狂攻击 对方朝朝对准阿斗的要害 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 他使劲浑身解数拼命反击 总算挣扎地爬出了人群 小弟们这时也终于赶了过来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豁救时 没想到小弟竟然突然抽出刀 狠狠地刺了过来 阿斗满脸疑惑地看着小弟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看到棕秀走过来后 他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位置早已经被人取而代之了 就像当初他杀死自己的大哥一样 处理完阿斗的尸体后 棕秀返回到社团 此时会长和明浩正在包厢里举杯倡议 原来这一切都是会长的安排 他派人将明浩截住并带了回来 与指挥打架斗狠的阿斗相比 明浩的导演身份显然对会长更有利用价值 他要利用明浩进军影视产业 这样不仅可以为社团洗钱 还能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感 而阿斗死后 棕秀顺理成章地坐在他的位置上 成为了社团新的大哥 影片到此结束 阿斗之死都没有明白 黑帮精神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或许除了充斥着背叛和利用的杯裂以外 没有更好的答案了 我是利格 我们下期再见